他剛開始的時候是組織了三萬兩千的一個軍隊 轉戰各地 特別是在德裔 在瑞士附近拯救 挽救很多猶太人逃亡難民 把他送到巴勒斯坦 他們的這個同肯區 彭古梁最後他成功 主要是因為他覺得為什麼的外交手腕 有手不計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他的武裝力量 所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英國下令他解散他的猶太兵團 他陽奉陰違 明的是解散的 事實上是分散在各個屯捆區裡面 繼續練兵 繼續擴充他的軍隊 所以當1948年他宣布獨立 年度果讓他分而自治的時候 馬上宣布獨立 阿拉伯人就進攻過來的時候 他已經有四萬六千個兵 精兵 所以阿拉伯聯軍被他吹鼓拉袖 終於站穩他的這個腳步 整個以色列就這樣建立一個 心而獨立的國家 我看這段故事 這段歷史 重複的看他 非常敬佩 也非常感慨 我們本土台灣人 不管是高砂族原住民 或者是瓶補族 漢化的瓶補族 都一定要捐氣成劍 就像猶太人 他們分駐各國 有的在蘇聯 有的在東歐 有的在西歐 有的在美國 但是他們建立自己的國家 他的心是一樣的 他們有共同的心 所以今天我們也稱 我們訓練過的學員為同心 我們共同一顆心 一個意志 就是要台灣達到自治 最後建國的目標 這是我們念之在之 不可或忘的一個 我們最遠大的理想 最遠大的目標 不錯 我們在座很多 各位都是力營的 過去二三十年來 早期幫助黨外 對抗國民黨 1987年以後 86年以後 民進黨成立 我們盡力而為 來幫助這個民進黨取得政權 但是 各位想想 當李登輝 接棒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以後 一直到陳德平 2008年下台 總共有20年的時間 我們有20年的時間 我們本土台灣人 擔任的總統 我們本土台灣人 擔任的總統 就可以來解決台灣最終地位問題 可以來為本土台灣人 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但是 20幾年過去了 船過水無魂 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本土台灣人 我們本土台灣人 還是繼續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然後跟著李登輝教授 做研究 擔任他的助理 研究助理 那個時候 他還沒當官 在台灣大學擔任兼任教授 他的本質是 當時叫做 農村復興委員會 這個 農護會 擔任這個農經組的記政 還沒有當什麼 我剛跟他接觸的時候 他還沒擔任這個組長 那時候是1970年的8月8號 那一天開始 當時他只是記政而已 不久 因為蔣經國對他的調查 非常的詳細 非常的清楚 知道說他是一個單純的讀書人 所以就開始提拔他了 在隔年 他就升任 農經組的組長 那是1971年 再過一年 就是在1972年的520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就提拔他為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這幾年 剛好我坐在他的身邊 所以基本上 他在1972年 一直到1988年擔任總統 總共有16年時間 是在蔣經國學校受教育的 所以他滿腦子裡面 都是蔣經國的教會 我覺得非常可惜的地方 就是在戰後初期 他是日本兵 日本日皇宣布投降的時候 他人在台灣 後來又回日本 但是也是從日本回台灣來 按照道理 他應該有相當的亡國之痛 應該非常清楚 我們本土台灣人的地位 跟身份 但是在蔣經國巧妙安排底下 跟長期的這個奴化教育底下 他沒有辦法突破 整個流亡體制 流亡政府的體制 或者國民黨的框框 而來為本土台灣人做更大的貢獻 這是我覺得非常惋惜的地方 再來我們看看孫水扁 2000年競選總統的時候 口口聲聲他要改革 有類似革命家的精神 我們可以說在座各位 跟我一樣 是清全力 來幫助他 我幾乎在他出現 就是跟許姓良 兩個人在初選的過程裡面 許姓良因為某種緣故 他就退選了 就是在1999年的7月 就只有剩下陳水扁要繼續競選總統 所以當然民進黨是一定要提名他 這個時候開始 我就經常做一些非正式的民調 每十個人做一組 看看陳水扁的支持度是多少 剛開始的時候只有一票 再來就兩票 再來就三票 再來就四票 到了2000年的年初 還沒到春節的時候 他就是四票跟宋楚瑜是差不多的 由於進行非常激烈 你的幕僚跟我一樣都不再支持年戰 所以我就有一些消息 我們的討論是說 陳水扁民調一定要超過 宋楚於5%以上 他才能夠 突出當選 所以我們的努力 就是在地方基層 幫陳水扁 講好話 在過就立年前 我就趁著機會 我在桃園縣政府 工作的機會 跟李秀蓮縣 縣長 也就是副總統的候選人 說 這個過年 非常的重要 所有支持 陳理配的 不管是同事 或者是親戚朋友 這個過年 一定要非常的用心 在兩個禮拜之內呢 前前後後 春節的前後兩個禮拜之內呢 把陳水扁民調 衝過宋楚瑜 要超過宋楚瑜 而且如果沒有超過5%的話 不可能取勝 所以整個春節期間 我們是一刻不得閒 到處跑 到處去串聯 找人來幫陳理配這個 拉票 9年後的民調 陳水扁已經超過宋楚瑜 3% 但是還是不夠 在2月底的時候 2月初的時候 就是 春節過後的上班的時間 我就跟 李縣長說 如果陳理配 要衝過5% 一定要去找 那個 李遠哲 李院長 出來挺 陳理配 以他為代表 以陳理代表改革 這個理想 可以喚起很多 中間選民 特別是知識分子 的相挺 我怎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我在拉票 過程裡面發現 很多台大的同學 前後幾同學 都說 陳水扁講的話 他的內容 貧乏 感覺到 在我們台大學生裡面 他不是最優秀的 我這一票投不下去 後來我就跟他說 後來我就跟他說 有可能我們 中研究院的李院長 李遠哲的院長都會支持 這個陳水扁跟李秀蓮 所以將來只要看他出來 支持陳理配的時候 請你 不要因為你是台大的 優秀的學生 就不 相挺這個 相對不優秀的陳水扁 類似這樣的話 然後 李秀蓮當然就跟陳水扁建議 但是一直到3月9號 我都沒有看到 李遠哲的院長有所行動 我就內心著急 我想 可能別人辦事不利 或者方法不對 我就姑且一試 那一天 9號那天 傍晚我就跟我司機說 你先回台北車子我來開 我來開 我只有直接驅車 到 李登輝總統的重要的幕僚的家 跟他分析整個情勢 以及陳水扁李秀蓮 當選對台灣人本土台灣的意義 講了半天 他說我不方便 去找李遠哲 他說要我去 我說我更不方便 因為我在研究院明不見經傳 我在我的領域 研究領域 當然是很多人知道我這個人 但是李院長跟我不熟 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 我在地方當官 又當一個財政局長 這個官太小 如果今天是財政部長 我去找李院長 這可能比較相當 所以我有所不便 他就說這樣子啦 那你就會找你們 那個蕭教授 我說蕭教授怎麼有可能挺 挺陳水扁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只是猜想 他不太可能挺陳李佩 這樣子 那講了半天 他說他不願意去 我就站起來 我說 他說 某人啊 我今天把整個形勢告訴你了 只有你能夠幫陳李佩 只有你能夠說動 這個李院長 你再不去的話 責任在你不在我 你如果不去 不管你去不去 我時間這麼晚了 我要回去了 我已經我的責任高一段了 我已經責任已了 一切都看在你了 我就要走了 他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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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等一等什麼意思 我再想想看 我就坐下來 好 你再想想看 代表你可能 某種意義下同意我的看法 那好 你馬上要幫李院長 你一個發言稿 找個適當的時機 一定要在3月15號以前 跑去見他 叫他在3月15號以前就要 發表挺李的聲明 挺陳的聲明 挺扁的聲明這樣 後來他真的去了 輾轉去到 李院長的 在那個汐止山上的別墅 已經快深夜12點了 然後把發言稿拿出來 那時候 那時候蕭教授正在那邊 所以李院長就請蕭教授看一看 把那個稿子潤視一下 隔天3月14號就發表聲明要挺扁 我從來沒有想到說要去做那個綠巢的一官半職啊 沒有啊 我跟各位一樣都是 掏腰包掏心掏肺 為的是什麼 為了要他要改革啊 為了他要為我們本土台人爭一口氣啊 結果八年下來 一開始四步一沒有上盡我們的尊嚴啊 收了去 四年沒有做什麼事情我們還是想說可能因為政黨輪替 這個制度沒有辦法讓他培養這個改革的領土在改革的土壤 在短期之內沒有讓他培養這改革的土壤 那好 繼續四年做看看 所以我在2004年呢 因為花博的關係在彰化縣的通渠大道 弄建立12個大看板 這個12個大看板大概這個牆壁的兩倍大 兩倍大 就是停扁的這個看板 我的抬頭也是中央研究院 蔡教授蔡某某教授 就這樣子 因為我想李彥哲在四年之內已經耗盡他的光芒 他的政治光芒 因為他說哎呀沒有辦法實施政見 這是時空見慣的事 當然藍營一直要找機會來 把他拉下馬 讓他難堪 讓他的這個政治光環要趕快消失啊 所以呢 他在2004年就很不便講話了 我就想說哎我這個小竹啊修竹啦 要出嘛 所以我就弄12個看板 很多去看花博的 南南北北到彰化去的 就看到我的看板都跟我打電話 做看板要錢呢 我大概花了七十幾八十萬 我不是有錢人耶 我只不過說 為了台灣要好啊 再多的錢都值得花 所以我就這樣把它花下去 抱著希望就是說 陳志平第二次當選的時候 他的改革的土壤已經培養成功 然後要逐步展開改革的行動 結果到2005年 內閣沒有什麼改變 內閣講的話 跟之前講的話 跟之前講的話 都差不多 我就開始感到失望了 2006年 紅山軍的運動 搞得烏煙髒氣 抖出很多內幕消息 我當然在2006年初 就已經有一些內幕真確的消息了 我就非常的痛心 2006年8月4號 我就給李總統寫一封信 要他要有所行動 才能夠保住本土政權 在2008年保住本土政權 但是李總統身邊的幕僚 是非常的保守 還跟他說 2008年政權保衛戰絕對沒問題 所以你什麼行動都不用採取 就是等立法院來三罷 第三次罷免 但是哪裡想到 台年的立委 有些人就被貶系收買 所以台人就分崩離析 李登輝就發揮不了作用 所以各位 這也是過去的歷史 而且已經微解密了 所以我就講給大家聽 有這麼一段故事 我只是很痛心疾首 說 本土台灣人 李登輝教授擔任 中華民國總統 他也沒有辦法解決 本土台灣人的政治地位的問題 他很有學問啊 我的指導教授當然是學問一流的 各位當然不是念經濟的 如果各位有念過經濟學 然後做過經濟研究 你看他在生產函數方面的估計 他在台灣是首屈一指的 我是跟在他後面 我後來也做一些生產函數的估計 我才發現說 原來我的李老師 這一方面是一流的 還有 投入產出表 各個產業的多少錢投入 產出多少錢分配到各個產業的地方 多少 這個計算這個係數的計算 實際資料的計算 都是非常繁雜的 而我們李教授就是 非常支支枯枯的 老老實實的做了一些計算 做了幾十年的計算 對於台灣的農業跟非農業部門的 資源的流動 做非常詳細的計算 所以 他的博士論文拿到全美農業經濟 博士論文第一講 這是絕對沒有話說 名副其實 但是在政治判斷上 恐怕就差很多 這個不容易 政治判斷不是很容易的 因爲什麼 因爲我們不斷的受到媒體 新聞媒體 電視媒體 這樣把我們灌輸錯誤的觀念 流亡武裝集團 我們到了台灣就開始騙台灣人 篡改台灣的歷史 我們一天到晚看這些文獻 然後就腦海裡面 裝了很多 關檔的大便 而沒有辦法 從這裡面跳脫出來 所以非常可惜 就是這一點 他沒有辦法 解決 我們本土台灣人的智庫 後來我們當然寄望陳水扁 能夠 在他的基礎上繼續努力 但是八年下去 所謂的正名制限 也是屠脫空眼 但是現在 我們出現一線曙光 這個曙光 就是我們 林秘書長跟何總督 他們從2004年 合作研究出來的 這些法理論述 這些法理論述 告訴我們 台灣是個軍事佔領地 整個主權還是在日本的手上 美國是第一個佔領全國 中華民國只不過是 美國軍事佔領的代理人而已 結果我們像 古早的武武將說的 省議會武武將 李萬機說 我大友在那裡讓你運 叫你運一下而已 你全部都把他砰去 我們只不過是讓他 那暫時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就不可以去 Chinese Taipei 中國人從南京流亡到 台北而已 在那讓你運一下台北而已 你全部都要砰去 每個人都要挨 每個人都理會 每個人都要挨 每個人都理會 還沒到這個程度 所以 好在 六十幾年的政治念慾 我們好在 有零和法理論述 我個人 是感到非常的光榮 能夠認識到 這個零和論述 事實上我在2007年 就看到 我們秘書長跟總督的 這個書 叫做 美國軍事佔領下的台灣 對我四十幾年來 三四十年來的 心中的疑惑 就豁然開朗 我在高中時期 就很喜歡看 自由中國半月刊 文星雜誌啊 很喜歡看李敖的 批判 什麼什麼批判 什麼什麼批判 我那時候就知道說 國民黨不是好東西啊 中國人也不是好東西啊 我剛剛早早跟 在1970年 跟李登輝在一起 做他的助理的時候 他就常常跟我說 這個中國人也不便宜 吃吃的 還要拿一些走 還要吃還要抓 很便宜 你就知道他便宜 你不就要跟他家裡 你都沒有跟他家裡 然後接著這個萬壇 這是很可惜的地方 我只是跟大家 做一個簡單報告就是說 今天 法理論是 是台灣唯一的出路啊 因為 在講究是非 對錯 把是非跟對錯 分得清清楚楚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的一個 美國文化 美國立法精神底下 我們是真正的走到的 是的地方 跟對的地方去了 所有不管是 李登輝所主張的 證明跟自信 或者是民進黨所主張的 所謂過去的台灣獨立的主張 或者台獨聯盟的主張 都是齊路 都是分歧的路 不是正途 對 所以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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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豪卡拉 也不能夠從中一國獨立出來 也不是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 他是美國軍事這樣占領下的一塊土地 我們也不必從美國獨立出來 所以台獨在幹嗎 所以台獨的論述或者主張 是不對的 我那天也看了什麼 陳龍志先生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 我本來想好好地讀這一本書 結果看他的秩序 在充滿矛盾 頭前後面都倒不起來 我就做了很多批 文批就批了很多文字在裡面 打算演一份寄給他 後來覺得這樣好像對前輩不太有禮貌 所以就不敢演應解他 這堆不起來 你很多矛盾的地方 你說什麼 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在這個中華民國佔領底下呢 經過五六十年的演變呢 你的選舉的關係經過四五十年的選舉演變 然後呢已經變成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樣跟不通 這樣不是模模糊糊 是非跟對錯都分在一起 到底是怎麼樣呢 你沒有法理的關係沒有法理論述啊 所以那一本書在當年1971年出版當然是轟動一時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看來從我們法理論述 各位在這邊三天 馬上就清清楚楚看那一本書的時候哎呀 不止著一看就把它放在一邊啦 所以說來說去演化 演化論 也不對啊 還有我的長官 李副總統 今天 昨天出來或者前天送到的玉山周報的最後一刊一起啊 他還在講九六共識才是台灣的前途 我就跟他說過 你那個九六共識你自己講一講 你水演講的身材的人自己站起來打一打 沒有呢 我說你不來聽這個看看 你看這個法理論述看看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 Stubborn的人啊 不是Stupid喔他是很聰明 他非常堅持己見的一個人啊 不容易 縮動他 所以他還是在那邊堅持他的九六共識 還到處演講 我們在那邊1996年 就在選總統 大家都去選總統 民選總統那已經做了一個公民投票 所以台灣就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海西台灣 海西台灣 因為什麼 如果你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共跟中華民國是怎樣 把中華民國看成一個流寇或者他的 革命團體 我就隨時可以消滅他 台灣就 跟著遭殃 本來跟他毫無關係 本來跟台灣人或者台灣這塊土地 跟你中華民國毫無關係 跟你中國毫無關係 因為中華民國暫時在這個地方 吃喝拉撒 所以中國就說這是我的 我們就跟著跟他扯不清 這個蒙古政策 美國的蒙古政策 已經害了我們 在這六十幾年來 吃進苦頭啊 現在呢經過 蒙古的巧妙安排 怎麼安排呢 把李登輝的腦洗得乾淨 乾淨 然後又一手主導民進黨成立 讓某些人掌控民進黨來騙台灣人的票 然後台灣人就以為說民進黨 如果執政的話台灣就有前途了 就得救了 台灣就變成獨立的國家了 整個邏輯 整個思考都是錯誤的 都是蒋經國那一套 不管是李登輝或者民進黨 都是為中華民國 只要是為中華民國 台灣本土台灣人就沒有前途 只要為中華民國 只要是中華民國 就跟中國扯不清 永永遠遠扯不清 告訴你的死不知死 死不知從哪裡去 到時候台灣人是死無葬身之地啊 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一方面啊 感謝 我們李秘書長跟何瑞穎顧問 何瑞穎總督啊 為我們 開出一條路 還要跟各位報告 去年9月8號 我去參加了這個在華盛頓 我們的 民政府代表處的成立酒會 酒會成立之後呢 他們說 台灣 這個本土台灣人就按照整個這個程序 他們說 所為我們找出來一個程序啊 來進行 最後大概就是自治跟建國 所以我們要忍耐一下 就是說 我們不是走革命的路線 我們雖然不是革命團體 也不走革命路線 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學員同心 要有革命精神 把過去的什麼正名字線這一套垃圾丟掉了 把民進黨那個什麼 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個垃圾也丟掉了 台獨聯盟那些演化論也丟掉了 我們重新在這個地方 用心 來聽我們這兩天的演講 做筆記 把它融會貫通 最後結果你得到了福音 你聽到了福音 也就請各位要多講話 把這個福音 傳播出去 給我們所有本土台灣人的親朋好友啊 讓大家能夠早一點自覺 早一點覺醒 從睡夢中覺醒 從被麻醉的 這個狀態中覺醒到說 原來我在這六十幾年是中華民國的奴隸 完兩納稅 還要去當兵 這都不免 軍事佔領你沒有這個事情 違反軍事佔領法 違反國際公法 所以我們將來一定要什麼樣 要討回一個公道 所以去當兵的不管你當六個月 一年兩年三年 都要 拿回我的工資 看一天要算多少錢 所以 貴起這位兵 都有權力要求什麼 給我一些 補償 因為那 那一年或者那兩年那三年 我去做工有錢賺 結果去當兵沒有錢賺 還有犧牲生命的更要 更多的這個輔恤 那一年 至於說納過稅的 為台灣建設的部分 很少 大部分都是給 國民黨高官 貪圍走啦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追索回來 這個追索 沒有消滅時效的問題 法律上有消滅時效問題 所有貪官污吏的 這個追討他的賬 都是沒有消滅時效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和很多 人才來參加 我們的民政府 有一天 如果民政府執政的話 這些問題都要一一獲得解決 讓公平正義 降臨在 台灣 這一塊 報導 這樣好不好 謝謝 請你 請你 謝謝我們總理這個精采的這個 警察的演講 感謝 因為我們男人 身體用的比較用的 民政府執政 一年 推200萬 我做過三年 想基本推600萬 大家共同的努力 請做 謝謝